今天如果說各位你的試用DV的來錄的話 那這個因為檔案太大了 所以我們要在電腦裡面處理也很慢 所以第一個方式 因為他Full HP就1920x1080很大 可是你可以發現 其實一般電腦上比方便要那麼大 不用 真的不用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我們給各位的免費軟體裡面 有一個叫做格式工廠 這第一個 有沒有叫格式工廠 這個其實網路上蠻多人用的 就不用安裝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有一個執行檔直接點兩下就好 這樣就進來了 進來了 接著要做的事情就是 您把你的影片 用DV的也好 或者是你其他方式的 你可以把它丟進來 那像我這邊我就先丟一段 有一段我們那個獻譜影片 因為這段影片是直接用DV這樣錄轉進來的 所以呢 這個 我先給各位簡單看一下 不好看 因為就是錄畫面而已 這樣可以啦 就是像這樣 重點是在於說這個影片的格式 它是 副檔名 它是這個 來我放大一點 我滑過來 它是直接用DV錄 所以那個格式 我記得好像是TBF 有沒有很大 760MB 可是只有幾分鐘而已 只有幾分鐘 所以呢 你如果要做這個 丟進去處理 當然電腦處理就會慢 那你可以把這個檔案 就丟到我們剛剛 格式工廠裡面 有沒有 我用拖一個丟進來 放開 建議各位 你可以轉成NP4 NP4這個格式 放開 轉成這個NP4的格式 但是呢 它的裡面的編碼 稍微再調整一下 您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個 錄影的軟體用的是什麼 H.264 對不對 檔案才會小吧 所以這裡也有 您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設定 等於說這個部分 您要稍微 自己 留意一下 按一下設定 在這邊 因為它 預設的編碼 你可以看到 你有沒有用那個縫 對不對 品質真的比較差一點 你可以打開 有看到一個 AVH.264的嗎 所以我在講義上 各位的那個 三章裡面 這個也特別標示出來 因為 你選錯人 影像品質 差很多 真的 差很多 所以 你選對了 雖然可能轉檔的速度 也許會比NP4慢一點點 但是出來的品質真的好好的多 如果你沒有問題 設定完了 就是你先選了 第一個 先選這個NP4 對不對 第二個 來設定這邊 把它的編碼 改成我們的API 就是那個 H.264 好了 之後你就可以按確定了 第三個你按好 確定之後 就可以按開始 它就開始幫你做轉檔的動作 那麼 我們上次設貨轉出來 好像是剩價 兩三百美元 會少很多 而且 品質會接近 當然 這裡面還有一個你可以做的 我先把它取消 還有一個可以做的就是 如果 因為這個影片的 解析度是比較大的 對不對 就是比較大的 那 你到這個設定裡面 除了轉這個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告訴它 我想把它變小一點點的尺寸 你看我們左手邊 剛剛這條下面這裡 對不對 你看上面這裡 它預設其實就跟原來的影片 像影片大小一樣 你可以選擇就是這個 720 或是481 欸 各位 如果你有用Youtube 有沒有發現它也可以調整品質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些數字 平常蛋糕有小 反正最大最好 對不對 其實這個數字指的是什麼 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所以你如果看到720 這個指的叫做1280乘720 就是它的寬度是1280 你如果選擇480 它指的就是720乘480 寬度是720 事實上480就是我們DVD的 DVD的那個畫質 你如果再上去一點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HD 1280乘720就是HD 那富二奇跡就是1920乘720 真的有差 因為影像就好像圖片一樣 照片變小 反正尺寸自然就變小 而且是瘦身差很多 不是差一點點的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假設你想要用480的 好 這樣子 選好了再搭配我們剛剛 右手邊這個 這樣子轉出來的話 可能只剩下5公分之一不到 我們剛剛700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轉 不過因為我這邊轉 要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比較長 我沒有切斷 所以這個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轉出來 我們上次有試過 大概就是剩下差不多 一兩百美感左右 真的你瘦身完了之後 你再進到我們的 EPIP RENT 這樣各位做 就會比較輕鬆 因為不是每個人 電腦都是那麼好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透過剩下方 再處理之後 我們出錯的檔案也小 那麼處理這樣也容易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先暫時到這邊 可能今天需要大家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有機會的話 先去看看 那麼下禮拜的話 我們就會讓各位 實際 你把你做好的 你可以帶來 好 你可以帶過來 那也可以把你這中間 這禮拜有遇到問題 我們就在下禮拜 可以幫你 那下禮拜 我們再針對一些 細節的部分 再跟各位做介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